我從頭到尾我只希望學校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 去年一所專科學校發生霸凌事件 導致孟姓學生跳樓輕生 痛斥愛女的母親跟家長團體 二號出席立委洪慈庸舉辦的記者會 痛斥學校非但沒有做校安通報 洪慈庸更痛批教育部身為防治校園霸凌的主管機關 卻沒有任何積極作為 尤其學校調查報告出爐 教育部應該給予學校支援 輔導學校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 這個學校知道小孩遭受霸凌 遭受語言的霸凌 輔導室有相關的記錄 但是他沒有做任何的相應處理 我們在整個事件結束之後 我們一個小孩子離開熱人世間 然後呢 我們教育部提出了什麼樣全面性的建議 然後給予學校什麼樣的支持 跟建構怎麼樣的一個體制 到目前我們完全看不到 對此教育部回應霸凌事件發生後 教育部會成立訪視小組 並且提出訪視報告 給予學校建議之後也會再開會 了解學校改進方向 不過洪慈勇表示除了教育部要全面檢討霸凌防治政策 霸凌調查小組也需要一定比例外部成員 並且研議把霸凌防治準則提升到法律位階 納入失對身 希望遏止霸凌事件再度發生 原日新聞納布迪布羅萬 立法院採訪報導 《習次活生報道》 《啪啟主》